马背视角解读有莫无名 大家好,我是老安 今天咱们继续讲 成吉思汗创建的缺血菌素位制度 一开始我说过 成吉思汗创建的缺血菌素位制度 是一个培养人才的机构 有人会质疑科举制度和缺血菌制度 哪个更科学 但我个人认为 科举制是选拔人才 而缺血菌却是培养人才 培养人才肯定是要求德才兼备 而选拔人才 你只能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 永远也看不到他的阴暗面 而缺血菌每天伴随大汗左右 大汗也通过日常观察 筛选出最优秀的那些人 吴威烈时期的将领友 穆花黎的儿子伯洛 苏伯台的儿子吴良和台 和苏伯台的孙子阿树 他们都是战神级的名将 而且他们都出自于 成吉思汗时期的 缺血菌 像波尔树的儿子伯仁带 本身他的父亲波特 就是缺血菌的总管之一 所以进水楼台 波尔树去世后 伯仁带理所当然的席位 成了独党一面的万户 镇守二台山 一代名将苏伯台 本来是没有资格领兵打仗的 只因他把自己的儿子吴良和台 以质子身份 送到了成吉思汗的 缺血菌 成了百户长 总之像吴良和台这样 进入缺血菌的人有很多 有回户人 党相人 还有吐蕃人 元朝初期的高级将领 很多都是出自于缺血菌 尤其是那些百战名将 都是圣祖成吉思汗 培养出来的 胡碧烈入主中原以后 接受了中原文化 修建了国子建 用儒学培养人才 慢慢的缺血菌就失去了他 军事学院的功能 越来越像中原王朝的羽林军 锦衣卫 所以到了元朝末期 蒙古将领里雍才被出 他们割据一方 各自为政 不懂得协同作战 结果无一例外的被 朱元璋率领的农民军 各个击破 即使是那个名声大噪的王宝宝 一生中也几乎都是百战百败 没有什么可夸耀的战绩 随着北元的灭亡 圣祖成吉思汗所创建的 缺血菌宿卫制度 也跟着一起灰飞烟灭了 或者说是名存实亡 后来的一些军事联盟 或者一些部落 喜欢用缺血菌里的名头 比如哈萨尔的后裔建立的部落联盟 哈萨尔建筒式 就取自于缺血菌 而蒙古科列部建立的部落联盟 塔尔沃尔也来自缺血菌 以洪基拉特为主的一个部落联盟 后来取名叫克什克腾 缺血菌 以缺血菌为名的 部落联盟军事联盟在东欧也有 被人们俄传为哥萨克 哥萨克就是蒙古语里的 格西德俄传音 它的前身是元朝时期的狗国 元成宗时期 曾经为他们制造了150艘战舰 他们用这些战舰驰骋于黑海波罗的海 后来狗国灭亡了 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了后来的诺盖人 而另一部分成了哥萨克 而狗国的主要组成部分是来自巴尔虎 那秦巴特的后代 蒙古特部 蒙古特是成吉思汗的大将 朱尺台的嫡系 他有两支精锐部队 一支叫阿尔虎特 一支叫曼虎特 成吉思汗建立的雀血军 素卫制度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了 但是雀血军里的一些名称却被历史铭记 而且是永远铭记 感谢大家陪老阿一起用马蹄丈量世界 一个地名一段历史 关注老阿将历史